他是高干子弟,霸占了六百多位女友,被处决时,女友们纷纷上街庆祝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。 愿订阅王叔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王叔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跟着王叔看历史,带你看看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历史故事,欢迎点赞,关注,评论。 民国时期,一位高干子弟强行霸占了六百多名女友,其行为令人发指。 然而在处决的时候,他的女友们上街大放鞭炮来庆祝。 他是谁,为何有如此多的女友,他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人们在他死后放鞭炮来庆祝呢? 陈公伯的成长在一个富贵的广州官宦之家,父亲他的祖父曾在清朝军队中担任武官, 而他的父亲陈志美则参与过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。 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六十岁,属于老来得子,陈志美非常高兴,陈家宴百三天庆祝此事。 由于亲眼目睹了清朝的贪污腐败,陈公伯在十五岁时就加入了父亲的反清起义的行动。 虽然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,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。 但在那个时候,陈公伯仍然是一个有报复的年轻人,怀揣着追求正义的热血和理想。 陈公伯也算是官二代了,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。 后来他还考上了北京大学,在学校里他读了很多共产主义的书,自小就喜爱历史。 陈公伯联合谭平山,谭之堂一起创办了《广东群报》等刊物,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想。 1921年下半年,陈公伯受到了上级的指示,去到广东国民政府任职,当时就粤军发动叛乱。 攻击孙中山的府邸,对此,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非常生气, 纷纷发文谴责他们的做法。 然而,陈公伯在此期间居然支持了陈炯明,并选择离开共产党,投靠陈炯明去美国留学。 曾经那个有志青年逐步沦陷,开始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1925年,陈公伯受到国民党廖仲凯的邀请,他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。 陈公伯还与廖仲凯,汪精卫建立了关系。 汪精卫还让陈公伯坐到了中央执委的位子上, 在国民党里混得无比顺利。 当时蒋介石也想拉拢陈公伯,让他在湖北新政府内担任要职。 后来又搞到江西主掌大权。 当汪精卫企图宁汉河流时,陈公伯成为他最大的支持者。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,陈公伯和蒋介石一起对付日本侵略者。 汪精卫此时却是投靠了日本人,陈公伯对此非常生气。 他以为之前汪精卫和日本人搞小动作是为了获得政治筹码, 但是现在国家危难时刻,他竟然投靠日本人。 陈公伯和汪精卫大吵了一架,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,双方不惯而散。 但是陈公伯还是被打了脸。 他思前想后都觉得日本实力比中国强太多, 早晚会吞并了中国,在那里有更好的利益可谋。 于是他去找了汪精卫,投靠了日本人,成为了汉奸。 1940年,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,并在伪政权中担任一定职位。 陈公伯涉嫌使用特攻杀害我国的爱国进步青年, 并且国民党宣布将其开除党籍。 在汪精卫去世后,陈公伯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, 并在就职训词中表示将继续执行汪精卫生前制定的政策和决定。 陈公伯在与日本人会晤后, 日本宣布完全承认汪精卫政府。 这被认为是陈公伯与日本人签订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。 这是一个彻底的卖国条约, 并认为陈公伯成为了汪精卫之后的第二个大汉奸。 1945年,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, 陈公伯这个大汉奸的伪国民政府宣布结束, 这为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新的希望。 陈公伯在日本投降后逃往日本, 并试图继续寻求日本的支持。 然而,政治战后重建的困境之下, 日本自身也陷入了苦难之中, 陈公伯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, 被押解回国, 接受人民的审判。 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出时, 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庆祝的氛围中, 人们为国家终于能够除去这个国家的叛徒, 感到由衷的高兴。 同时,陈公伯霸占的600个女友也浮出了水面,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 陈公伯的好色之名不进而走, 他对美女的迷恋可以说是其一生的追求, 早在他加入伪政权之前, 他便因为不满共产党提供的经济条件, 无法满足他过度奢靡的生活需求, 才决定退党, 并投入了汉奸之门。 他认为只有日本这样经济强大的国家, 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金钱去满足他对美女的欲望。 然而, 他从未想过, 除了金钱和威势, 真正的美丽来自内在的品质和人格魅力, 他对美女的追求虽然曾一度使他如鸡刺客, 但这些600个女友的浮出水面, 也正是他欲望的反面证明, 他所渴望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满足, 这种满足既不持久也不真实。 据说他曾经有600多位女朋友, 这些女的来历也是不明, 有来自娱乐会所, 还有从别人家里抢过来的这些个妇女, 都遭到了陈公伯不非人性的对待。 陈公伯对待她们的态度极其不好, 像是对待玩具一样。 发泄完了就扔到一边, 在肉体和精神上控制她们。 陈公伯一表人才, 看起来风度翩翩, 又有万贯家财, 女人对他来说就像衣服一样, 看中了就要想方设法弄到手, 逆了再换下一个。 曾经一些女人们试图反抗他, 但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陈公伯的手下一枪崩了她们, 甚至都没人来收尸, 剩下的女人们见状只能默默忍受着, 不敢再反抗。 她们只能趋于陈公伯的淫威之下, 常年的隐忍让她们对陈公伯恨之入骨, 在陈公伯被执行枪决时, 她们才真正得到了解脱。 然而, 当这个高干子弟最终被司法部门处决时, 出人意料的是, 一些受害者的女友们却纷纷上街庆祝。 她去行刑的路上, 曾经被她残害过的女人们纷纷勇敢站出来, 往她身上扔烂菜叶, 在陈公伯死后, 她们还在大街上放鞭炮, 庆祝她们终于获得了解脱。 这些女友们可能是因为从她的控制下解脱出来, 或者因为终于能够伸张了正义而感到欣慰, 她们可能对她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感到愤怒, 并且相信她的死刑判决是对她所犯罪行的公正回应。 在这个曾遭受陈公伯暴行的黑暗时期, 许多女性曾被迫经历着无尽的痛苦和折磨, 她们被迫成为陈公伯欲望的牺牲品, 遭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, 她们的人格被强行剥离,被剥夺了尊严和自由。 然而,如今陈公伯已经被枪决, 这些女人们终于获得了解放, 她们成功摆脱了那个黑暗的阴影, 重新获得了人生的希望和幸福,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康复, 但至少她们现在可以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。 这段曾经的黑暗历史令人痛心, 我们应当牢记这一段黑暗的历史。 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, 支持那些受到侵害的人, 以确保类似的悲剧永不再现。 同时, 我们也应该向这些幸存的女性们致敬, 她们勇敢地面对了困难, 坚强地走向了未来, 让我们共同努力, 为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尊重的社会而奋斗。 陈公伯的死刑判决给人们敲了一记警钟, 使我们明白了, 对于美帝追求, 不能以牺牲道德和背叛自己的国家为代价, 大光明即将来临, 我们将以更加高尚和坚定的信念迈向未来, 对于美丽的追求, 应该是对真正美好事物的追求。 包括友爱、 公正和真理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够真正领悟到, 内在的美比表面的华丽更具有价值。 陈公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, 欲望是人性的缺陷, 而真正的尊严和价值来自于人们内心的纯净和善良, 我们应该用自身的力量去追寻内在美, 并将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中, 这不仅能够让我们自己满足, 也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和和谐做出贡献。 回顾陈公伯的历史, 他作为一个高官子弟, 享受了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优势, 但也表现出内心的空虚和道德的沦丧。 这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, 提醒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品德修养和人格尊严。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,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或拥有何种特权, 我们都应该保持良好的道德和伦理观念, 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。 权力和财富并不应成为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, 而是应当与品德和人格的发展相辅相成。 对妇女进行残害并通敌叛国, 最终导致她自己美好前途的毁灭, 她的死刑判决是最有应得的, 而背叛祖国的人将受到人民的唾弃和永远的责任。 耻辱。 对此, 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为了您更好的阅读互动体验。 为了您及时看到更多内容, 点个关注, 我们将每天为您更新精彩故事, 分享不一样的故事瞬间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